有几种人是最需要补充益生菌的 事实上并非人人都需要补充益生菌 有些人的身体素质极好 不补也没什么影响 而以下的这几个人群 建议您可以适当的补充点益生菌 免疫力低下的人 适当的补充益生菌 能够促进了肠道营养的吸收 提高您身体的免疫力 第二种经常容易便秘或者腐蟹的人 益生菌会分泌一些酸性的物质 增加我们肠道蠕动的功能 平衡肠道的菌群 从而达到调理您肠胃的作用 减少便秘和腐蟹的发生 第三类经常腐胀还有消化不良的人 益生菌可以产生消化的酵素 让肠道保持活力 更好地去消化吸收 此外不少的中老年朋友 他们的胃肠功能会有所减退 那么肠道菌群的种类和数量 也在不断地降低 所以适量的补充点益生菌 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 那么肠道肠的肠道 那么肠道肠的肠道肠 我们可以帮助